好, 謝謝 基心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有人的地方就有基心 基心也是一種禮儀 是一種令人喜歡你的禮儀 基心也是我們這一行的必需品 有基心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基心就萬萬不能 遙上位又不可以完全沒有基心 看來今天的主題也挺脆 不過我們首先要請嘉賓出來 這集的嘉賓又是誰呢? 由於上一次真的非常好玩的緣故 所以今天請多個朋友來 由於他說非常好玩 所以我想上來揭積一下有多好玩 歡迎張震龍和楊朝鶴 謝謝… 張震龍, 你第一集上來 這次帶我朋友上來踩場是什麼意思 沒辦法, 大小姐 因為上一次真的太好玩了 我這次特地帶一個 人性解剖學的專家上來 就是潮海 令人期待 上次上來問你, 先問潮海 你覺得我們四個裡面 誰最有基心? 我也是選戴惠玲 為什麼? 最近開始高分了 因為我經常覺得看新聞 那些太明顯了 我覺得越不像有這些人, 越是… 說得好 你很好吃 不是… 還有內涵 好像踩這樣, 讚 是不是? 越說越不知道你說什麼 好, 我們快點進正體了 好, 這次我們這個遊戲 就是要代入感比較重 我們就代入自己 當自己是一位男演員 然後會有一位幕後的女工作人員 對你做以下的行為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行為有基心的話 給他一個圈 沒有的話, 給他交叉 如果覺得一般一般 就圓圈交叉一齊, 好嗎? 好… 好, 你覺得一個女幕後的斜揹袋 就是我們簡稱的戒波袋 那是有基心還是沒有基心呢? 你…舉旗不定 我覺得有看人, 不可以… 鏡頭… 因為一圓一層就比較差 有些本身不太宏偉的人 其實穿戴戒波袋 其實不太覺得有那個效果 對, 這個純粹是一個歧視 是嗎? 身同感受… 你一說戒袋, 我覺得很具象 那件事怎會不是基心呢? 不知道, 我下意識想起 其中一位年輕人 是誰? 我們…人如其名的波波 寫戒的, 波波… 他是不是很喜歡用這個戒? 整天戒的, 他也不寫戒 他又不是整天戒, 但有幸見識 真的很吸引目光 真的用了戒袋? 對, 有幸見識 他也能做到那個效果 其實他會揹背包, 會更厲害 其實… 你懂得玩? 懂得揹背包? 雙戒… 如果你有時候向前拿一杯咖啡 很正常, 是不是? 集中效果, 這個是… 逢瑩瑩, 我明白 為什麼你永遠都不揹背包 你也是手挽的 對, 對, 我聽見識別人 我們現在的身體 其實如果背包很重 中間還可以扣多久 好, 這樣可以 同一堂, 搭車也變魔導 真的… 不是, 剛才你說的戒狼 最後戒狼三白的樣子 很清楚 很清楚 新鋼的角色是這裡, 像X 像X, 朝開介紹 我們現在的人性解剖學 不是身體的解剖學 不是, 因為我是嘗試… 嘗試用那個戒狼 去否釋他的心態 對, 我們放開袋子 我們看他的心態 對, 心態… 你不是越多戒, 越有幾十多 還有五條戒, 左戒, 右戒 一邊戒, 下面再戒 再拿一杯咖啡碗 整個人都解釋了, 是不是? 好, 我們下一個就是… 這個真的很極端 我沒試過 大家看一下雨的戲 然後那位女助手、女幕後 他自己自告奮勇 他就去幫忙示威, 令自己濕透 你覺得這樣的情節有無幾十? 這個會是偉大 要想, 他本來是偉大 還是有幾十呢? 我真的沒遇過這樣的情況 通常都是示威就推你出去 你去了示威先, 別管 或者是好人示威, 只是試水而已 是嗎? 是的… 我們正常吃飯 嘗嘗嘗嘗嘗 嘗嘗嘗嘗嘗 我們來了 一、二、三 你…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你又要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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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 其實在電視上比較難 很少站在工作 反而電影是會有的 他會幫你站在工作 搞燈的位置才讓你過去 所以我覺得如果那個電影是他的工作 我又不覺得他有機心 是的 但如果電視平常都很少在這個位置 去做這個時候 他竟然去幫你做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 蠢蠢 所以我覺得是 你這個人敢做的? 你心裡的 我想說, 我剛拍拳王 有一場日下水的電影 那天很冷 不算很冷, 當是幾度, 還可以 幾度也不是很冷 已經預訂了蛙人 然後也預訂了替身 誰知道我要下水的時候 替身去了廁所 我們在膠區… 沒記憶 沒記憶 我沒有記憶 他最終沒有濕過所有的電影 我沒有記憶 別有記憶 我就說不要緊, 我走下去 我就下去試試濕溫 水溫 他說, 你不要弄濕衣服 我們的女導演就說 我幫你下去試 對, 他真的一個人… 說起來也有一點, 想走 真人真笑 對 他自己走下去, 濕到上腰 他說, 可以的, 你走到這裡 然後再多走幾步, 你就自己前往 真的做了這件事, 我真的… 我聽完就馬上轉彩 然後我真的打爛陣, 打得很厲害 然後我就知道他還忍不住 而他那天沒有戴後鼻衫 我嚴重要收, 嚴重要收 我嚴重要收一句 我覺得這真是偉大和很好 我覺得應該是為藝術, 為熱身 很好 是, 為拍攝犧牲 所以其實很多劇組的人都很好 未必阿姐有機心 你們不要這樣有機心 沒問題, 我們說完劇組… 我們說完劇組, 幕後的工作人員 我們說幕前的同事 幕前開多集, 應該要 見過幕前的同事有什麼 機心補充? 我先說吧 不一定不好 不一定不好, 也可以不好 靠你那些不好 有, 我說一句不開名 有一個朋友, 大家拍戲的時候 總會有一些… 可能之前的幕前很晚 翌日會遲一點 有一位女同事就會開大麥克風 例如一聲, 阿賴遲到了 阿賴, 你不是應該0630回來了嗎? 為何08才回來了? 很提… 你明白嗎?為何要提起他? 你聽到嗎? 因為他是計劇組, 給全隊員聽 有機心 對 這個肯定 這個不肯定 這個不讓大家一起舉行 1、2、3 但是… 他只是不喜歡這個人 如果喜歡他, 也不會這樣說 你不是看到他有機心嗎? 是… 他要做這件事的目的是什麼? 對, 我覺得這個行為是不好的 你就想說, 下次再做一點 是, 如果是善意 我們明白首時是美德 這個人真的不好意思, 遲到了 然後你是善意的, 想去改 提醒我, 那就是… 就是你… 忍不住, 我忍不住 你又有什麼事? 你的嘴巴會說… 其實他是不是你的朋友? 不是, 就是真正的朋友 才會拿出來, 你就說 善意的提醒, 他也想我好 好厲害, 救命你 為何後面放鎖 這麼厲害? 不是, 我要說回… 不是, 我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每個人都看著我 好像都要解釋他 每天都說得很壞 不是, 像瑩瑩的第一集所說 有這個風格的力量… 對, 所以可以接受 你繼續… 很好看…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是符合 幕前的時候有什麼機心行為 機心… 我們知道, 很好看… 對不起, 我不小心機心了 真的這麼不小心 這個不小心才高 我覺得是為了貼題… 謝謝你示範… 謝謝你示範